如果说之前在潘之花推开房间的窗帘看到的是山 那么在景平推开窗帘看到的是 水电行业一直有一句话叫三峡最大景平最难 景平水电站的时空难度世界罕见 现在的景平水电站宏伟壮观 但你很难想象在十几年之前建设的时候 在这里克服了多少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说这个固定山体的茅索成千上万 没有护栏没有电梯就只能靠人力 现在为什么要给这个大山钉钉子了 这样一根40米长的钉子 从这个山体里穿过之后稳定住 它能够保证整个这一片山它不变形 别看这个钉子好像并不粗 但它沉得很 它需要20个工人一起抬 你可以注意到它们都是统一用一侧的肩膀 步调一致 喊着耗子往前进 这个耗子声音大到我都听不到我在说什么了 但我觉得只有这样一二的寒 它会更有力量 如果它们的步调稍有不一致 可能在钉子穿过山体的过程当中就会被卡住 然后又得重新再来 所以这一回我希望它们彼此成功 采访完成之后 我来到了它们的博物馆 才发现给大山钉钉子 只是所有困难当中的冰山一角 从移民调查到勘探 遇到困难 鼓起勇气 解决再一点一点推进 没有一个大工程是一蹴而就的 它凝聚了一代人的青春和心血 感谢观看